您好 所長辛苦 謝謝 最近都是焦點 這個那個環評委員的環評的制度 現在外界當然看不懂了 就是變成是我們任何的開發案 我們的感覺是好像是 這個地方的深沙大權很大 否決很大 你即便這個蘇發改 蘇發改是不是已經定案了 是已經通過環評 不會了 那以後 以後案子 那我們請問你 國光司法是不是已經定案了 沒有 國光司法最快什麼時候 最快聽說他們送件比較慢 他們說請問他們 我們問他們大概要到年底吧 才有可能 他如果一切順利年底送件 你什麼時候開發 他不只在年底送件 大概11月底或者初就送 那他希望在年底 他希望能走完 因為他們好像股東對他們的這個資源的經費啊 他也有限了 我 我看了一下這個有些教授的觀點 他認為說國光司法假如能夠 處理面做一件事情大概就可以 可以搞定 也就是把這些的 這個碳排放的成本把它外部化 就是外部把內部化 簡單就是先課碳稅 課碳稅 一課了 他要射准的 就是他把它考慮進去的 大概通常搞定了 大概 大概 大概這些城市很多部分就沒有了 你 你看法的 我所了解 他們現在的焦點是在 長區位 位置 位置 是一個河口的生態 濕地 另外就是海豚的通過 那還有他的飄沙 海豚通過那個六清 本來也有海豚通過不是嗎 六清那個地方 我想每個位置不太一樣 關鍵就是海底飄沙的這些 這幾個因素是關鍵 那會造成他的區位必須要外移 區位外移的時候的成本的增加 大概是這個問題 嗯 你再看一下 因為有些教授提出來 幾位 台大的教授 幾位非常 哎呀 換判的問題 非常反對 國光實話的有些教授 他就提出一個觀點主張 他說假如環保署能夠 大力主張 財政部也同意 來課探稅 基本上他們不 目前 那個成本還蠻高的 是 動輒這個 上百億的 二雅化探的那個 探稅 我們都有專家會議嘛 我們有五個專家會議 二雅化的專家會議 已經有達成一個共識 並沒有在這方面有 在 他有他一定的要求 沒有去討論探稅 有有有 討論很清楚 要他的減到什麼程度 有一定的要求要減量 減到那個程度是 已經覺得是 應該是合理的一個要求了 如果未來課探稅 他們還做得下去嗎 他成本這麼高 足夠的事情嗎 哎 那那就是看這個 探稅怎麼課了 啊 探稅怎麼課 你最清楚的是 跟著 CO2台灣那課 他的量會逐漸上來嘛 那還跟著CO2 國際的一些要求 我想大概應該 呃 在政府會做整體考量吧 好 我請問你啊 是 你也在推 我所了解 你在推這個 探交易平台吧 是 探交易平台現在探推 我怎麼樣 呃 目標還是年底前要把它完成啊 什麼叫完成 完成就是可以去做這個交換跟登陸了 但是還不是公開上市那種啊 對 但是交換跟登陸 那就會有一個公正機構啊 比如說原來 對我們現在那些 找TU5 是不是找TU5來 呃 現在已經有幾家已經經過 我們那個認證系統已經起來了 去去認可他可以認證的哈 也已經在有幾家已經申請 也已經做達到這個 和和 同意他去做這個事情的了 這個換言之年底以後 這些廠商可以來環保署裡面來登記 對 說我 是要努力什麼事情 是 CO2可以減多少 然後登記在那裡 我這個扣大 然後未來 可以把這樣的東西拿去吹頂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的 是這樣子 起碼現在國內這邊可以交換 所以年底開始可以交換 嗯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上市 如果你一切順利 上市啊 上市我們就要等到 呃 看那個量的大小哈 呃 有那個 但是最少就是年底開始 碳可以 就是 台灣正式有一個碳交易平台 是不是可以這樣講 呃 在這個交易的定義哈 我如果這樣講的時候 人家會以為跟 呃 倫敦來跟他相敬哈 可能要把他 讓你要上市 我們就不談上市嘛 就是最少你這裡有一個東西 那請問 那個放哪裡 等於等於是新貴 新貴交易哈 好 那放哪裡 請問那個地方放哪裡 那個現在哈 現在我們有跟那個 呃 金管會哈 來來來跟他們去 希望跟他們合作嘛 哈 他們也在遲到我們做這件事情 看這個 交易的片 因為基本上還是一個網路 先是網路型的嘛 那請問那個放哪裡嘛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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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website 放哪裡 如果你是網路的 website 放哪裡 可能 就是網坡屬裡面嗎 還是以我們數的這個這個 在裡面 對對對 所以會有一個 address 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網址啊 會有一個網址啊 對對對 所以你已經 你的 website 就是大概 年底開始起跑 是是 然後讓廠商來登記 是是 啊登記就是 他登記 process什麼 這不好像我們 還是已經公布 我們不清楚 還是你登 目前還沒有 announce 還是什麼的 呃 數量 排放數量登錄 已經有個平台 但是去交換的那個平台 還沒有還沒有起來哈 就是年底可以起來 對 我們希望在年底起來 好 因為馬上他得標之後 已經在準備了嘛 好 那 那 誰得標 還不知道 9號 我 還沒得標的 有沒有來 有沒有人來 什麼說要open bit 我請我們這個 蕭執密說一下 他那個 9號開標嘛 是 呃 我們目前是預定18號那一天 就是開標 對 那天開標 才知道說哪一天 現在有幾個applicans 申請 單位幾個 幾家的 投標的 投標的部分的話 呃 目前還 快要截止收件了啦 好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到底有哪一 哪幾家會來 嗯 那你們標的資格是什麼 是 標的資格就是說 他要有 投標者的資格 要要有這一方面的經驗的啦 嗯 比如說哪些公司 呃 比方說像過去有幫忙 我們做過像環科啦 或者是說 他們財產法人嗎 還是做一些公司來標 還是環保公司來標 環保的顧問公司 或者是 有沒有一些認證公司來標 認證公司 目前好像沒聽說 不過他們會參與啦 啊 所以就是18號開標 對 順利的話就年底開始 有個交換的平台 對 那剛開始是一個透過網路 所以 基本上那感覺上是一個虛擬的 是不是我們這樣子 我們這樣子 就是差不多 我們現在就是把那個賬戶的部分 把他 賬戶的部分目前還在談嘛 賬戶的那些部分資料全部都確認了以後 然後他們就可以來 既然 既然是一個 一個 財商 有沒有落進來 這個問題 請你 很清楚的講 好不好 呃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看 呃 我們還在規劃的過程啦 看將來是不是要同意他們來開戶啦 賬戶啦 開標了什麼 規劃 你開標了 你現在標單裡面寫有沒有寫清楚 啊 標單裡面寫清楚了吧 標單上我們沒有說是 到底是中國大陸能不能來 我們這標單上 並沒有這樣寫 我們是整個的平台 平台啊 就是啊你要include全世界嗎 美國的廠商可以來嗎 還是只有台灣的是 應該是 照我們 應該是都可以 我們出 都可以嗎 這個東西 初期的話 我們初遣的 初遣的部分 先把國內的部分 對 初遣一定是台灣 台灣最少這個公司登記在台灣嘛 對 對不對 對 那這個登記在台灣 那就很多人 新年也就跑出來了啊 也就登記在台灣 可是呢 他在美國有有廠啊 在大陸有廠啊 你抗的不抗的啊 對不對 這問題就來了 所以你是 他那個 要不要登陸是什麼樣的 我來說明一下 跟大陸之間的那些探權怎麼轉過來 我們其實跟大陸也在有接觸 那麼他們也建議成立在ECFA或什麼架構 還沒搞定 要 要一個協定 下一次 要辦四點 然後就四點 我跟 有沒有放到agenda裡面 目前還沒有 要把它放啊 那我們現在正在朝你有關的那個文件 文件先有 有一個雙方覺得還可行的時候 這個署長啊 你再提出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你們來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credit 而且是很重要的mine stone 對不對 會來做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 所有大家都了解 你也 我有一個空間 我邀請過你 你也是有這樣的主張 如果它交易平台沒有區域 整個是沒有意義的 這句話我覺得是你講的 而且現在聯絡國他鼓勵雙邊CDM 是啊 比如我們跟 跟我們的有幫國家 或跟對岸 當然你可以把說include這個 這個亞洲一些鄰近國家嘛 日本加進來 韓國加進來 應該都是鼓勵的嘛對不對 是 所以我是這樣子想啊 我是想說你 因為我不知道 你們標單根就出來了嘛 應該是 你是不是第一個階段就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就沒有 沒有排除 全部都可以 沒有排除了 要分階段進行 先一個個搞成熟了 再往外擴 你要往外擴 也要對方的國家 跟我們建立某種關係 才擴得出去 所以我們先把國內的這個 作業平台弄清楚了 而國內已經開始來 行事某種程度交易 然後我們開始往外擴 跟國 所以都沒有排除 換言之你們不排除 台商就對了啦 對不對 只要登記 我公司登記在台灣嘛 對對對 而且我們立刻要跟 像倫敦的把它連結 為什麼 那個以後再說了啦 因為那個CDM 那要做 因為那個CDM 我們直接他們已經 好 你現在大概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說 如果一切順利 開標順利 那就是年底開始 我們有一個 碳交易平台在台灣這個地方 雖然沒有上市 但是大概是屬於新貴的性質 對 然後就開始 開始亂了 那這裡面的廠商 就是在登記在台灣的廠商 可能開始這個樣子 那廠可能是在 everywhere 都可以把它include進來 好 同 這樣子我請問你 因為我看到有些學者的主張 嗯 學者主張說 應該先課碳稅再實施碳交易 這個 這個 argument 這個statement 你同意不同意 這個 畢形不背 你看前一陣子 那個英國的 做這方面的一個 人來這邊講演的時候 他說他們同時有碳稅 同時有這個 cap and trade 碳交易 同時存在 他的 他的對象不太一致 可是現在看起來 看起來你是已經死去的碳稅 因為碳稅看起來 遙遙無奇 連人人睡都不刻了 來碳稅 那是財政部在弄的事情 但是你寫還是你這裡嘛 對 那我就把我們的盡量去推啊 看你的 看你的態度嘛 最後一個問題 你主不主張以後核電 要課碳稅 主不主張 哦 那看他有沒有排碳啊 啊 看他有沒有排碳 很多的學者專家是主張 他如果沒排碳 他是一個人員的來源 那就不是碳稅啊 啊 就叫環境稅 他一樣是對環境造成一定的 對啊 因為我們講的是碳稅 他環境是另外一個東西 啊 人員稅也可不可 對不對 核電人員稅要不要可 我是覺得這個都還有討論的空間啦 所以你還沒有拿定主意 很多學者在主張啦 我只是把學者的意見丟出來 這不代表我立場 我只是告訴你這個題目啊 最後一個 再一個小問題就是 那個 今年的一到九月份呢 公害的陳情啊 比去年同期增加六點七個百分點 增加幅度最高的是喔 營建工程啦 是營建工程增加三十 將近三十一趴啦 然後 減少最多的 比去年減少四十五趴的 是廢棄物 公害的項目 可見你們在廢棄物處理很好 可是在對於這些的 一些的業者啦 什麼之類的 你們 這個公害這部分 還是有滿大的問題 你要不要做點回應 我看到你們公布的數字 所以我們公害陳情的案件是 一直逐年都在上升啊 因為跟我們國民的這個意識啊 越來越高啊 其實很大 增加很多噪音啊 感覺性的公害 對 特別是感覺性的公害 增加很多 這表示我們的國民的環境意識 一直提高 一直提高 所以你不擔心 我們都努力去因應 去幫他們解決問題 好吧 謝謝 謝謝